看清楚,女人不爱你,却吊着你的五大表现 爱是由内而外的喜欢与欣赏 是魂牵梦绕的相思与牵挂 而不是我要买包包,我要买口红的索取 男人不要因为爱而蒙蔽了双眼 看清楚,女人不爱你,却吊着你的五大表现 一,几乎不主动找你 不要因为爱而失去了理智 还迫不及待地找出她去 要知道,如果她真的爱你 她一定会主动找你 不要怀疑她找不到你 如果你能找到她 那么她也一定能找到你,只要她愿意 二,从不主动给你打电话 虽然她答应你会主动约你 却一再爽约 如果这种小事她都这样 那么大事也将如此 她会认为让你失望并不是什么了不起的事 所以不要与那些只会说我爱你 我会如何如何而却毫无行动的女人在一起 那些只知道索取而不愿意付出一点小努力的女人 绝对不懂得尊重你的感受与付出 三,从来不提结婚 如果她和你说,她要想和你结婚 那么你也不要轻易地相信她 因为她这样说,有可能只是在敷衍你 不然她一定会想方设访带你去见她的父母 或者要求去见你的父母 要知道,爱是能够自愈责任所带来的恐惧感 你最好知道,不想结婚和不想和你结婚 是完全两码事 四,不让你加入她的社交圈 真心爱你的女人会迫不及待地 带你进入她的交际圈 让她的朋友、同事、家人认识你、接受你 并宣告自己已经不再是单身 所以,如果她迟迟不愿让你加入她的交际圈 那么很有可能你只是她千万备胎中的一个 五,总是人间蒸发 如果她总是电话关机 或者悄然地从你身边人间蒸发 而一旦有求于你时便显得特别殷勤 甚至脱衣漏肉 那么你最好放手吧 因为她对你的兴趣一定是降低了 她的忽冷忽热只是因为你还有利用架子